刑法第35条规定了如何判定主刑的轻重标准 以下是对该条文的详细解释 条文内容 中华民国刑法第35条 1. 主刑之重轻 依第33条规定之次序定之 2. 同种之刑 以最高度之较长或较多者为重 最高度相等者 以最低度之较长或较多者为重 3. 刑之重轻 以最重主刑为准 依前二项标准定之 最重主刑相同者 参着下列各款标准定其轻重 1. 有选科主刑者与无选科主刑者 以无选科主刑者为重 2. 有病科主刑者与无病科主刑者 以有病科主刑者为重 3. 次重主刑同未选科刑或病科刑者 以次重主刑为准 依前二项标准定之 详细解释 1. 依第33条规定之次序定之 第35条第一项说明 主刑的轻重依据第33条所列的次序来确定 即 1. 死刑 2. 无期徒刑 3. 有期徒刑 4. 拘役 5. 罚金 2. 同种之刑的比较 如果是同一种类的刑罚 则根据刑罚的最高和最低度来决定轻重 最高度较长或较多者未重 例如 有期徒刑20年比有期徒刑10年重 如果最高度相等 则比较最低度 最低度较长或较多者未重 例如 有期徒刑的最低度为6个月的刑罚 比最低度为3个月的刑罚重 3. 综合比较主刑的轻重 确定刑罚的轻重 首先以最重的主刑为准 依上述标准来决定 如果最重的主刑相同 则依据以下标准 1. 选科主刑与无选科主刑 选科主刑只可以选择的主刑 例如罚金或图刑 无选科主刑则没有选择余地 无选科主刑比选科主刑重 2. 病科主刑与无病科主刑 病科主刑只可以和病科处的刑罚 例如同时判处罚金和图刑 无病科主刑则只有单一的刑罚 有病科主刑比无病科主刑重 3. 次重主刑的比较 如果最重的主刑相同 则看次重的主刑 次重主刑的轻重 依前数标准来决定 即依最高和最低度的长短来比较 例子 1. 最高度比较 A犯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B犯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依据最高度 B犯罪较重 2. 最低度比较 A犯罪有期徒刑范围为6个月至10年 B犯罪有期徒刑范围为3个月至10年 虽然最高度相同 但A犯罪的最低度较长 故为犯罪较重 3. 选科与无选科 A犯罪可以选择罚金或图刑 B犯罪无选择余地 直接判处徒刑 则B犯罪较重 4. 并科与无并科 A犯罪可以合并判处罚金和图刑 B犯罪只能判处罚金 则A犯罪较重 总结 中华民国刑法第35条通过详细的规范 明确了如何根据刑法的种类 最高度和最低度以及其他特殊情况来确定主刑的轻重 从而确保法律在适用时的公平性和一致性 B犯罪中华民国刑法